日本河污水排海会不会是哥斯拉前传 目前我们不得而知 但切亚诺贝利禁区拍到的变异生物 绝对是大自然对小日子赤裸裸的警告 以下就是网传在切亚诺贝利辐射区 拍到的五个最诡异的变异生物 这段视频是两个外国小哥 在前往切亚诺贝利禁区探险途中拍摄的 这个小家伙全身粉嫩 背景有黑色的毛发 有点像朱和西义的结合体 剩下还连着一个长长的旗带 一次已经死亡 最奇怪的是他身上还有一个印章 上面有时间和编码等信息 但具体的文字拍摄者说已经看不清了 就在这时远处的废弃工厂里 突然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让人不敢再往前走 于是放弃了探险计划 然后原路返回了 就在切亚诺贝利爆炸的四号反应队旁边 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池塘 人类撤离后 此区域因为离爆炸点太近 辐射之一度爆表 被封禁30年无人涉足 35年后当人类第一次进入该区域时 发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变异生物 比如在池塘岸边的一块石板下 有人发现了一个类似蚯蚓的生物 长度近50厘米 还长出了没有进化完整的头部 巨大的眼球直接暴露在外 发现时已经死亡 然而这还不算什么 池塘里的发现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很多鱼类都发生了变异 在池塘底部还发现了很多 无法辨认的生物体 在附近的湖里 很多鱼类的体积也变得异常巨大 这些视频被曝光后 军光很快就派成常年驻守在了这里 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了20多年后 有些人陆续返回了低腹社区 过起了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但是很快就有人发现 有些不同雄长的东西 生活在他们周围 没多久就有人拍到了一种 长相类似人的四角爬心怪物 而且有人在自家的房顶 也发现了类似的人心怪物 就在大家还在讨论 这些视频的真实近视 当地人甚至他们已经活捉了一个 有人在官方介入前 冒死偷拍了这段视频 人类撤离后 切尔诺贝利一度成为了动物的天堂 大量家畜和宠物回归了自然 几年之后新出生的幼处 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 大多数都是多头多脚嘴外眼瞎 辐射更准确的概念叫电离辐射 电子就像离堂的子弹 一旦辐射超标 除了会直接导致细胞坏死 还会破坏生物的DNA 如果辐射影响了精子或者卵子 就会导致下一代 出现遗传性缺陷或变异 不过目前在切尔诺贝利 还没有发现巨大动物的变异体 这段视频是三个闯入者 在切尔诺贝利禁区湖边拍摄的 起初他们以为眼前的物体 是一具腐坏的鳄鱼尸体 然后他们捡起一根树枝 慢慢靠近想近距离观察时 随时还没等他们靠近 鳄鱼突然转成钻进了旁边的水槽里 之后还有其他目击者 在湖边也发现过类似长相的鳄鱼 自1954年第一部哥斯拉电影问世 这个由核辐射制造出来的怪物 就成为了流传至今的经理怪兽电影 而50年代也被称为科幻电影 和变异生物的黄金时代 那是好莱坞每年 推出近百部科幻电影 其中涉及最多的题材就是 外星人科学实验和时间旅行 还有辐射怪兽 像S放射线 原子怪兽 深海巨兽 还有狼猪等等都诞生于来个年代 这背后肯定少不了 当时的时代背景 因为从1950年开始 美国在马上亚穷岛 比基尼环礁 进行的城堡行动 布拉沃氢弹实验 当量达到金融的1500万冬TNT 是广岛原子弹的1000多倍 俄罗斯在这期间 也进行了上百次核实验 随后在冷战鼎盛时期 人们在核威射 和核辐射的巨大阴影下 创作得上座 但是谁能想到几十年后 现代流民高速发展的今天 还有人会冒天下之大部位 做出这种逆地为天的厨师 都说科幻电影是人类的未来 最后只能希望怪兽电影 不是我们的未来